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有这么多东西听的 已经是这么厉害的 刚才你讲到为什么你学神功 当初怎么鬼上身 好了 你拜了师 拜了师之后再没有灵介 应该是好 应该是对他们说的 那为什么你又会无端端不学呢 你刚才就讲了 因为很多想找我帮的人 要找我 我很害怕 所以就不学 是不是真的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呢 第一就是因为太多人突然 不认识的人走过来 就不停跟我说又说给事情搞 又行 搞到我要常常带上去找师傅解决 但是我曾经有一次就带了个女孩上去 就给她解决 中了决的女孩 就是给你神功的师傅 师傅解决 是解决的 但是后来一个月后 我听回来 发现原来 那个女孩就找回我这个师傅 去落晴决 就是要害那个前度男朋友 就是他落人家军头 解决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其实是个女孩自己去这样做 那个女孩要求的 是的 是的 就是个女孩要求的 是极力要求的 但是我又觉得 好像跟我个人的观念有点不同 不应该这样 是的 就是我不主张落人缸 然后我就离开了 我就没有再学了 那师傅有没有找你啊 没有 因为我落了那些碟 哦 OK 那你离开了这个师傅之后 还有没有灵异的事发生 然后又没有说有见鬼 或者被鬼搞那些事呢 其实我就慢慢淡忘了 我也没有装香啊 没有企图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做回我平时做的事 其实Amy 我又想问你 你当初跟师傅学神功的时候 他有没有做足一些过教的仪式的 有啊 就是一样好像我们那样 是滥红 滥红 学几天啊 有啊 其实第一天拜神 第一天滥完 就即时已经上了童了 嗯 嗯 嗯 接着就吃吃符 嗯 吃符 吃粥拜了四壇 嗯 但是呢 就没有学写符 嗯 就自己企图 有没有法名啊 有啊 都有给你法名 有啊 还有每道符都会有个令 有个口令 嗯 嗯 好 即是他都做足的 直接是福音 就是福音 是 是 这个教 OK 那接着呢 接着就 但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来了 最近这一段时间就 哎呀我呢 你知道就想红 嗯 周围去拜神 首先我去了泰国拜四面佛 那真的是靈的 因为一拜完就立刻 那些工作就吞吞吞吞 不过呢就维持一个月 一个月后就没有了 所以每隔几个月就回去拜一次 那每次拜呢 就会有一些突如其朗的工作混 嗯 那也都走过去一些妙语拜神 嗯 一拜都很混 不过那些好像是吃药 吃完 你过一段时间就要回去充电 嗯 直到有一次有个都是同行的人 就带了我去某一个泰国佛社 嗯 到说做一些星魂的仪式 嗯 我的感应太大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做灌顶还是什么 突然间我就 我觉得其实是鬼上心 嗯 但是他们就说我上童 但是在我的心里面 上童是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浸得很厉害 就是你自己知道的 知道 还有浸得太厉害了 我就很害怕 我很害怕 当堂黑了一个星期 因为我这些做娱乐圈的 黑童王是完全很快知道的 嗯 怎样黑呢 你的意思是譬如突然间有很多是非 或者突然间被经理人骂 那些叫做黑 嗯 譬如我去拜四面佛 我拜完回来 买买买买一些 新闻 那些工作很多 是的 新闻自己来 那些工作自己来 首先不要理它是正面的新闻 还是负面的新闻 在泰国那些世界 它觉得负面也是很好的事 是是是 但是我拜了几个庙都很好 就算拜文武庙 我也觉得是很旺的 嗯 但是就来得慢一点 我觉得中国的文武庙那些 都来得慢一点 在泰国那些就来得快一点 嗯 直到去到这个佛社之后一拜 立即一个礼拜 有的工作又没有了 嗯 人又沉了下去 又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是什么佛社 是卖泰国佛 哦 就是佛牌的一个佛社 在香港的 在香港的 大约在哪个区 大约 荃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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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师傅的 他有很多师傅的 嗯 但是我自己心之不妙了 我觉得不行了 因为他请了太多师傅了 你知道每一个师傅有好有不好 那间是铺头 还是一些住宅 都是铺头 铺头 铺头 我现在很害怕 之后我出事了 然后就找了Hailey 因为我发现有问题了 因为第一 第一 她问我 Hailey是你朋友 Hailey是我的朋友 她有阴阳眼的 有阴阳眼 很多朋友出事就找她 第一 我睡了二十多个小时 我也觉得不够 又不是病 又不是感冒 吃的药都不好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有这些感应 都说我有事 那我就开始觉得 有些问题了 那令到我更加觉得自己有问题 就是有一次 我战斥铺头发 Hailey的朋友 她突然不知道 在泰国的东西 她说这个泰国发很厉害 一拿出来 我突然说不要啊 这样 即是你害怕 大喊不要啊 这样 然后全部都害怕 那时候 她就说你要找Hailey 知道我原来有东西了 她叫你找Hailey的意思是 因为Hailey是看到东西 看到东西 就是想让Hailey看看你 究竟是否有问题 有鬼 但我问的Hailey Hailey都说我没有鬼 怎知道 后来我连续发了三晚耳梦 第一晚是一个男孩 第二晚是一男一女 第三晚是两个男孩 我就知道有问题了 因为你没有可能发演梦 是连续发三天 而这么清楚 然后Hailey就带了我去那个师傅 那里 那个师傅是泰国师傅 是一个比较正气的师傅 她就说你应该 她懂得帮我做法治的师傅 她说这个师傅是有问题的 她立刻就帮我做一些仪式 就给了一些药油我回去喝 她说如果你有事你就会痒 我回去的时候真的痒 凌晨痒 然后我就在想是否是泄药 因为我个人都很怀疑人 我不是是泄药 谁知道下体 我有一匹不正常的透明的东西出来 白色的 不是我们女性普通的白带 什么都不是 是一匹那些啫喱 我拍了给师傅看 你意思是躺便那里 还是下体 就是一些排泄物 排泄物 而不是我们平时有的东西 是一匹白色的啫喱 然后我给了他们看 他们说白色就好彩 不是落你过 黑色就没得够了 原来在泰国的世界 如果排出来的东西越浅色 就是道下没那么高 但如果越深色的 你过去中的法术就越深的 你真是挺惨的 你经常被搞到这样 你们的经验很沧桑 Haley更厉害 下次你请她上来说 她前两天才再搞 现在还没搞到 其实那个Haley 她的阴阳眼是天生 还是后期开 她是天生的 她是从小到大都看到鬼 她很害怕 因为大家都不懂 她只懂得看 又不懂得帮人 然后她找个师傅帮她封了眼睛 谁知道封完隔一段时间又开 封完隔一段时间又开 然后师傅跟她说 其实我帮你封了三次 你再封不了 你就永远看到东西了 现在Haley终于接受到自己看到东西了 其实是因为 你也知道我平时怎么教你们 是啊 没错 天生的阴阳眼其实是封不了的 是 就算她封三十次都没有封得 封多少次都封不了 是啊 她说她封三 其实今天真的早知 就叫Haley上来 说起你的故事 你两个女应配合 一起说 一定很精彩 我觉得 我跟她黏在 是啊 我跟她一黏在就很 我跟她一黏在就很 很多这些奇怪的东西 因为她看到东西 你二朝野 是什么意思 是啊 但是她永远一见到你 她就会见到你身边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是什么意思 就打个譬如 我们前两天去某个唱卡 其实我走到厕所的时候 我一进去 然后突然下意识 立刻九秒就打出 Haley 我说Haley 我说Haley 有没有东西 接着Haley进去看 不是呀 右边角落头有个人站在 我说那发现我好急了 那怎么办 接着她就说 我看着她有没有搞你 你我 就是我们两个是这样 其实你看着她有没有搞你 如果她搞你 她阻止不了 她就有师傅教了她去念个咒语 如果她看到那个东西真的搞我 她就会念那个咒语 是念什么咒语 是泰国还是中国 Haley就偏向泰国 她就是念泰国的咒语 一念那个就要立刻走 我和她的感觉就好像我是瞎了 但是我又会感应到一些东西 但是她就看到东西 嗯 这样的 但是我们是证实到大家的咒语 那她有没有给事情搞呢 其实有的 就是她都一样有东西 有没有试过上身还是怎样 她最近就是因为有个朋友 又是带她去那间泰国佛 就好像人家下了东西 就是那间是荃湾那间 是 同一间 我已经叫她不要去 但她去 然后现在就出事了 还在搞 这么严重 那我想你要告诉别人 那间是哪个地区 还有师傅是什么形态 那会好些 可以帮别人 不如叫Haley上来说 你很害怕 其实她是大胆一点的 我个人是比较害青一点的 但是你够胆去被鬼上身 亂撞光 亂撞光 还有你够胆去灵探 又够胆去 就是又学神光 其实你很多东西 你都好像是够胆去尝试的 我看到你 因为我现在知道 如果说了可能 他们这么鬼死多师傅 突然一联合攻击我 我就死了 我这么弱 所以有童心 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还有童心 你还是深信你自己 真的学了六任神功 我也不知道 所以要问一下你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那我就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会觉得 我只可以说 其实如果你是真真正正 一个法科的法家弟子 正常你如果有童心的话 你的童心一定是一个正童 绝对不会可以 你之前 他们说你 想我童 但是你自己的感觉 根本都不是童 即如果我有童心的话 应该没有其他人进来 你的意思 没错 绝对是没有的 除非你真是得罪了一个很高级的灵界 我们的高级灵界 就是一些所谓 有修炼的灵界 那我们就去到燕 妖 精 那些这样 可能你学到三日神功的 你未必够他功力的 他要搞你 他都可能有这样的能力搞你 不过打狗就看主人 始终 有些事情 如果你真真正正的学了神功的话 始终你的祖师爷 都会在你的背后支持你 会支持你的 就算你的功力有多低 都不会这么容易遇到那些问题 其实我感应给你听 其实刚才进来很多人在 我是不是在上堂 还是在装香的 刚才有很多CNC在装香的 其实我不知为什么 完全没有感应 为什么这么有趣 可能在不同地方 但是当刚才最后一个 站在上堂的人走了 我开始浸了 我直接不敢站在壇面前 我进来 因为我不知道 可能刚才很多人企同 所以我感应不到 但是他们一走开 剩下我一个在的时候 我感觉到自己的手开始浸 这些就是 我会深信你这件事 因为其实 到现在这一刻 我都有少少 那么多的怀疑 究竟Amy 是否真的学了神功呢 究竟Amy的童身 还是灵界上身呢 其实在这一方面 我有少少质疑 真的 没错 正常是 刚才师傅所说的 我们平时有修炼 可以正同的 理论上是不会有灵体可以入侵 就是 他宁愿搞一个无法的人 都不会真的搞你 是的 即是他没有需要去捨而取难 我会觉得这样 不是说我们学了神功大了 就是不会有事 我经常跟徒弟都是这样说的 一山还一山高的 如果遇到一些有修炼的灵界 不出奇的 但是暂于Amy 你这样的情况 我会觉得 如果你在学神功的期间 你的师傅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跟你先清一身 即是如果是我们会这样做 会跟你先清一身 将你变回一张白纸 不骚髒了 我们先将你交给祖师爷 当你交给祖师爷之后 祖师爷是在你的身上 放了一些新的 一些正面的能量 的正能量 是完全没有负能量的 然后你这样下去 是不会再有任何的负能量 可以埋到你的正能量那里 除非就好像我刚才所说 这个percentage不是那么高 因为其实就是说真的 绕啊精啊修炼 他们不是一朝一夕修炼 他都很辛苦才修炼成果 他又没有必要 会无端端为了上下这个女仔身 就走去令到自己没有了 那个修炼呢 那我觉得这个机会 是不会很高的 那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没有理由 Amy还可以 就是学了神功 或者在这一方面 我会比较是偏激一些 或者我会真是strict一些 我会觉得 你如果真是学了神功 是没有理由那些鬼还可以上你身 绝对不会有这种这样的现象 还有我们所谓的同身 是需要有需要的时候 譬如我们可能有时在坛前 去修炼下同身 才会去请 或者我们真的需要做法事 我们要请先师先佛 下来帮忙 我们才会下同身 同身不会随时随地 好像你这样 有空又手震 或者突然间又说来 就是不会这样的 如果有这样 人家会当你精神病 所以我就不敢跟别人说 我很怕别人以为我瘋了 真的 是的 我明白 因为师傅会听你说的 是的 我只是会和你谈之前 我就会和Hailey谈 因为Hailey很明白我 因为她亲眼看过 你有这个状况 她不会觉得你说大话 是的 所以我们就很明白这一件事 其实我想问一下Amy 在这个曾经被人上身的情况里面 你有没有试过自残自己 有没有试过譬如说粗口 做一些很失控的行为 很失控的行为 吓死家人或者吓死朋友 我记得我有一次很久之前 四五年前 那时候我认识过男朋友 在7月14日出生 他身边有个女鬼跟着 他跟了很久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他家屋有鬼 他那个地区的村 其实是村名猛鬼 他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住 每次我都听到温温声 那时候我和他拍了半年拖 我记得差不多 7月14日 7月12日的时候 就和他慶祝生日在家 突然间我们无故为了 煲汤落不落盐 就叫大架 叫分手 这个已经很奇怪 第二件事 我说要走 因为我觉得那里 呼不出气 好像困了我很久 我要走 我说要走 他不让我走 然后我尖叫 哭 然后扔东西 不断扔东西 然后突然跟他说 看到把鞋子放在袋上 我突然跟他说 如果你要我留在你身边 你现在一刀隔下来 我哭着跟他说 你一刀隔下来 我就永远在你身边 说了三四次 即你对你男朋友这样说 对 后来他幸好能控制自己 就带我回我自己家 离开家 一离开家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自由 然后到我家 我跟他好像没有事情 很快 即是没有了那种压迫感 没有 突然间又没有回事 完全没有事 很正常 两个很恩爱 然后第二天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家里有鬼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妈也这么说 我说那你快点搬走 他说他不搬 他不信 我说如果你不搬 我就要跟你分手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已经遇见了两次鬼 这次是很严重 因为就要你杀了我的 我说我接受不了 那就跟他分手了 他尽管跟你分手 他都不搬 不搬 那 为什么现在的爱情 这么不得稳固 这么没有考验 因为根本那个女鬼 我现在知道 我那时候不知道 猛性性的 但现在知道 根本那个女鬼 一直以来都是跟着他 因为他跟我说过 每一次分手 都是突然间交易 交易分手 那不奇怪 有时候你如果说 那间屋里有灵界 他很喜欢搞破坏 譬如有些小孩 如果你家里也有小孩 他会出来跟小孩玩 但如果他那里真的有一只女鬼 而他可能生前又没结婚 或者真是遗情死 可能你男朋友 独居一个男孩 可能他会对他有兴趣 有感情 那如果觉得你左手左脚 他会伤害你 也不奇怪 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撞了两次 但不是上身的 是完全是 他在那里骚扰我 有一次我跟他去酒店 但我现在想起 应该都是他来的 突然间有一把声 在这个位置 在那里叫 死八婆 即是骂你 但是说广东话的 又不是那些鬼蛇来的 是说得很清楚 是死八婆 死八婆 你不要搞 我要睡觉 突然间有很多回音 但是那些声音 是男人还是女人 是女人声 是女人声 而且是这样的声音 是死八婆 即是感受他在耳朵上骂你 在这个位置 是的 在耳朵上骂你 我不理他 他越来越大声 然后我就动不了 然后我就说粗口 自己心里 因为我听人说 如果撞鬼 说粗口是说粗口 即是你兇过去 意思是兇过他 不是一定要说粗口 即所谓兇过鬼 兇过鬼 你兇过去就可以了 你怕他 他反而会吓你 诶 就是给你那个丑样的样子 你看 我真的说了粗口 然后就动得回 然后就立刻大喊 叫我当时的男朋友 7月14男朋友进来 然后我 7月14 他说 你7月14 很迟 然后我第一次撞 第二次就在他家叫他杀我 所以很恐怖 不知道现在最后 其实在那段期间 你有没有记不记得 你自己当时身上 因为你之前已经这么多的经验 你有没有说抬粒肉 或者抬一些平安符 或者有什么保护自己 撞过两次鬼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撞鬼 就不是鬼上身 鬼上身就是两年前那一次 但我平时都是弄病我 或者有家就突然被冤枉 因为我小孩 每次我惹鬼回来 我小孩就病了 嗯 然后其实我们有个 紫米亚姨的家 就是我妈妈的同乡 其实我每次有时 都是那个紫米亚姨出来 然后就起探 然后就无端端又 给一些小石子 给一些树叶 然后也不知道 烧了一些符 混合给我 喝完又好回 所以我从小到大 我都是靠这个方法好回 真的各思各法 那就是除了这样之外 你平时自己没有说 有些什么的保护东西 没有的 那时候没有想过这件事 那我想问Amy 其实你家里 就是你爸爸妈妈 本身是信什么的 我爸爸妈妈都是信观音 就是信佛家的 信佛家的 那你这些经历 有没有给爸爸妈妈知道 其实我妈妈也很多 因为我妈妈 其实我爸爸妈妈的祖先 譬如我爷爷的养同式 我妈妈的妈妈 就是婆婆 所有的亲戚 或者一些很远房的祖先 如果不够 都会报梦给我妈妈 如果不能给我妈妈 就报给我的 之后就要烧热给他们 但是最近这几年 就好像没有 好像自从我 两年前之后 我好像没有再发到这些梦 那你这些经历 有没有告诉妈妈妈 她们是拜佛的 拜观音的 那会不会说 我女儿这么大 这件事 会求些福 或者求什么的帮你 有没有 其实第一件事 就是傻女儿没有的 这样就不让我想 就是说 哎呀 你不承认而已 通常这些招 是对付小孩 小孩、小女儿 你这么大 她还不相信你 她不相信 但是晚上就说 喝了它 晚上就会有些很难喝的东西 让我喝 就是符水那些 符水 一方面就安抚你 就说没事 但是另一方面 他就会给你一些东西 但你真的喝了又没事 真的没事 因为我试过 有一次是一个星期 吃体极药 吃药都不好 吃不到东西 自己睡 一天到刻都是睡 接着我妈妈发觉不对路了 就找了个妈妈阿姨来我家 接着之后就 就装了香 看着那个阿姨上身 接着之后 后来就扯了我上衣 有个天后苗 我走不了 我两个人定住我上衣 这头拜完神 然后拿些 我不知道那些叫什么 掃完我全身 那头转那头 就可以下去喝茶 即就没了事 立刻没事 比吃药 那其实你这个阿姨也挺厉害的 我觉得 每一次你都喝完她的杯 就没事 起壇又没事 其实你这个 文米阿姨也挺厉害的 那这个文米阿姨 和你妈妈 是不是亲姐妹 是亲戚 亲戚 亲戚 很远远的亲戚 但因为他们是讲家乡话 即是讲家乡话 我完全溝通不了 我不懂听 总之有东西你就喝吧 妈妈不会害你 是家庭医生 对吧 其实谈下去 有很多事情谈的 那我们一会 第三部分 我们继续追问她 好吗 一会儿回来 原来有恩 是 我们的那边 我们这个人 解釋一下 一会儿 需要